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声称Reeves编造了整个事件 并已经对该女子提起诉讼 Reeves制造了一种假象 就是他通过复制自己编写的各种文本 并将这些信息发送给自己 从而制造了收到威胁信息的假象 阿里纳斯说道 由于这些是假指控 阿里纳斯表示自己受到了无俗 还被掩护体育解除了他在媒体方面的工作 这对他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编辑 闪电侠谜 谢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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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